我们那时候伤失的时候 你有问师傅吗 就是说要请师傅给众生 那这段话是他跟大家结缘的 我脑袋就冒出一句话 就是做当做应做的事情 财富自然来嘛 师傅本来要做的就是正财 所以他会告诉你 你要做应当做 然后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要尽力去做 你的分内的工作 当你很尽力做你分内的工作的时候 你的财富自然就会来 当我们进了所有的力的时候 剩下就看老天爷了 对对对 那也有可能 偶些能量卡住了 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打破坏了 让你可以把这个钱收进来 因为我们文财神本来就是给正财 照理说他是国有偏财的 然后呢我的这个朋友 他就是喷一喷之后 他得到偏财了 就是他打开赢了 我们家老公也是 对对对 但是我的认知是 这个钱本来就该属于你的 只是他以前一直没有下来 那你现在喷了之后 这个钱就是 就会来到你身上 于是你就得了看似偏财的东西 但他可能其实是正财 但是呢 他打开赢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开始输了 他就跟我讲说 你那个没有效 我就说我从头到尾 我就跟你讲那是正财 对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之前就有啊 我之前打开就会赢 怎么后来就不会赢 我说那就是因为 你把正财拿完啦 我就给你提完卡 你提完了 接下来就要赶快做正财的事情 而不是在借我打开 再继续把这个签 没有得领啦 你利用的 所以他其实还是 for正财